小伙子想从恐龙嘴底下抢肉食 不亮 差点给几只恐龙加了财 迅龙师欧文看到这一幕 来不及多想 立刻打开铁门冲进去救人 并制止安保人员开枪 虽然这几只可爱的小家伙也出过自己 但他内心也没有失足的把握 面对几只血疯大狗 稍不注意就会玩完 他一边指揮着他 一边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慢慢往后退 终于在铁门关闭前的最后两眼 一个翻轨溜了出去 让小可爱们扑了个空 在一旁的小伙子早已下跌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侏罗纪公园 这里的恐龙 都是科学家通过从原古古珀中提取DM 利用克隆技术复制出来的 为了安顿这群庞然大物 人们在岛上修建了这个巨大的公园 吸引着各地人们络绎不绝的前来参观 但最近几年 人们已经探逆了普通的恐龙 严芳为了持续盈利 利用转基因技术 将多种动物的基因与霸王龙基因混合在一起 培育出了暴虐霸王龙 这种霸王龙不但生性凶残 且极为聪明训解 深得公园老板的喜爱 金姐是园区的项目管理者 她将训龙师欧文请来 想让她评测一下霸王龙围墙设施是否有关 他们来到关押暴虐霸王龙的龙子 却发现她不见了 热感摄像头怎么早也找不到她 欧文看到了墙壁上的爪印 两人瞬间想到她可能逃离了龙子 于是金姐立刻开车前往控制中心 边打电话给工作人员追踪暴虐龙位置 欧文这边已经和两名工作人员进入了龙内查看 这时工作人员却告诉金姐 追踪器显示暴虐龙并没有离开龙子 察觉到不对劲的金姐立刻让他们逃离 欧文把腿就跑 但怎么可能跑了个暴虐龙 一个工作人员当成就有什么犯 剩下一个工作人员赶紧打开大门逃跑 结果没想到就在大门关闭的最后一旦 让暴虐龙几个车 欧文立刻躲到了车子底下 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人也领了个犯 原来他对人体的气味十分敏感 吓得欧文赶紧划开汽油管 利用汽油掩盖资深的气味 这才逃过意见 控制室里工作人员本想疏散游客 却被老板制止了 他担心会对公园声誉造成影响 便只派出了一支武装队伍去抓捕暴虐龙 他们很快来到了暴虐龙所在的地点 却只发现了一块带有追踪器的肉 见过沙吊吗 女人按下按钮 一条锯齿沙缓缓下降 下一秒 苍龙张开声音距离 一口通下 这就是几千万年前的海洋霸主 但如今却被人类圈养在这里 台上的人被浪花痘的大笑 浑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就在刚刚 一只由人类制造出来的转基因霸王龙 从笼子里逃了出来 它融合了多种动物的优秀基因 不但体型巨大 而且通名物 还会使用保护色纹装自剪 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一只武装小队凤命去追捕它 结果差点团灭 金姐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下令关闭一部分游乐设施 但两个侄子已经坐进了仓鼠球 正在和恐龙亲密接触 金姐发现他们正处在危险区 赶紧打电话让他们赶快离开 结果由于球内信号不好 哥哥并没有听清 于是他们越走越深 看到了眼前的四只假龙 而弟弟说有五只 原来是玻璃上还印着一只霸王龙 兄弟俩回头一看 一只血盆大口立刻出现在眼前 他一脚将仓鼠踢飞 撞到树上失去了洞 暴虐龙面对坚硬的龟壳也束手不擦 但他智商高 用锋利的利爪将甲龙虎骨划上 让甲龙失去了平衡 解决掉甲龙后又来到仓鼠球面前 戳破了玻璃 然后又用嘴咬着往地上打 兄弟俩趁机解开了安全带逃出去 还好一个瀑布出现在他们面前 两人在危机关头套入了水龙 欧文和金姐赶来救援他们 却发现这头暴虐龙以杀戮未落 大片的石草龙死在了他经过的地方 兄弟俩找到一处废弃的车祸 哥哥将一辆破旧的老车重新发动 两人刚开着车离开 欧文和金姐循着响声来到了这里 下一秒暴虐龙也闻声感动 欧文差点领了盒饭 幸好暴虐龙被路过的直升机吸引了注意 才没追上去 老板驾驶着直升机感动 命令手下用机枪射杀暴虐龙 但暴虐龙狡猾地闯入了翼龙区 正在休气的翼龙被吓得豪漫跑步 全顺的缺口飞出了罩子 直接撞毁了直升机 老板也领了 成片的翼龙飞到了游客区 整个公园彻底乱了他 他们疯狂地攻击游客 一只翼龙一头扎进了壶中 结果苍龙趁金家们一人混乱中 金姐终于见到了两个侄子 四人回合后 欧文听说胖子要让迅猛龙去寻找暴虐龙 立刻开车找到了他 上来就给了他一群 他知道这胖子 一直想把迅猛龙用在军事行动上 但这几只都是欧文从小训养到大 他不想让他们去送死 但情急之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欧文只能赌一把 跟众人商量好对策 给几只迅猛龙熟悉暴虐龙的气味后 就将他们放了出去 每条龙身上都配备了夜市 欧文就骑着摩托紧跟着他 几只恐龙十分有默契地朝一个方向跑 没有攻击欧文 很快他们就在前方停了下来 这头聪明的霸王龙 不但会通过改变肤色隐藏自己 他有着极强的危险感知能力 因为他体内混合了各种动物的基因 而他现在从龙子里逃了出来 男主欧文想到了个搜主人 让几只亲手调教的迅猛龙 去寻找这只暴虐霸王龙踪迹 但令欧文万万没想到的是 暴虐龙体内还有一部分迅猛龙的基因 经过一段简短的交流后 几头迅猛龙瞬间被撤回 任他做了大哥 见情况不对士兵赶紧开枪 结果不但没干掉暴虑龙 还将他们赶到了丛林里 几个士兵摸索前进 结果一个个被迅猛龙拖入了草坪 但他们唯独不攻击欧文 经解发现情况不对劲 赶紧开车带孩子们离开 有只迅猛龙追了上去 两人拿起车里的电报转机 欧文骑着摩托板带着经解 他们前往控制中心的实验室 结果发现这里的科学家们早已逃走 只看到了胖子和手下 在这搬运黑胎标本 胖子得意洋洋 话还没说完 一只迅猛龙就窜了出来 将他当成了老虾 几人立刻趁机冲了出去 但刚出门口 就遭到了另外几只迅猛龙的围图 欧文看着这些自己从小养大的宝龙 扔掉了手中的枪 尝试打打感情牌 结果重新驯服了他 这时暴虐龙走了出来 其中一只迅猛龙对欧文示意 当他赶快走了 暴虐龙见着 愤怒地甩飞了一只迅猛龙 另外两只剑装立刻扑了上去 欧文就在一旁用枪射击 但奈何暴虐龙太强了 两只小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金姐来到大门前 打开了霸王龙的笼子 这只年老的纯种霸王龙跟着金姐 一路来到暴虐龙面前 两只龙一见面 谁也不服水 立刻厮杀在了一起 由于暴虐龙的基因优势 一双锋利的前掌让老霸王龙无力反击 不出几个回合 就奋出了胜负 这时迅猛龙突然出现 跳到了暴虐龙身上 两条恐龙配合将暴虐龙咬得无法反击 最后被霸王龙顶到了手边 暴虐龙站起来刚想反击 忽然苍龙从水中溺而起 死死地咬住人 将其拖入水中 终结了他罪恶的温伤 随后霸王龙独自离开 迅猛龙对欧文告别后 也追了上去 结尾随着霸王龙的咬天长相 侏罗纪公园就这样永久观看 海浪里除了人类 还有一条瘦大无比的动物 三年前 苍龙将暴虐霸王龙一口脱下了手 把他吃得干干净净净 三年后 一伙神秘组织来到残骸面前 还想从他的骨头里提取基因做坏事 正准备撤退时 温然不知身后的黑影 在慢慢理解 熟悉的血盆大口慢慢张开 地面上的队友发现前 很幸好优势 立刻准备关闭闸门 这时同伙注意到 他身后有什么东西 朝他疯狂大喊 但他实在听不清 他慢慢摘下了 随后霸王龙脊椎不舍 慌慢中 他将闸门控制器扔在了地上 然后被一脚踩 关到一半的闸门突然停住 小伙子跳上神梯 庆幸自己躲在一起 然而他忘了 自己在海面上 这里还有比霸王龙更恐怖的生活 康龙似乎在用行动告诉他 谁才是这的真大哥 加了个夜宵 他趁机溜出了闸门外 侏罗纪公园被蹭火 岛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所火火山即将分发 岛上的恐龙再一次面临灭亡之灾 面对这一警告 人们分为了保护派和灭绝 金姐成了恐龙保护所值的负责人 当他看到政府拒绝救助恐龙 十分惋惜 这是一位富豪打来邀请电话 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而这位富豪就是 侏罗纪公园的创始人之一 几年前他和同事建造了一座天然岛 这里的环境是为恐龙量身打造的天堂 他想让金姐帮忙 将恐龙安置到这座小岛上 交代完事以后 又把自己的助手 一来介绍给了金姐 一来告诉金姐 每只恐龙身上都植入了定位星体 都很好捕捉 但唯独有一只恐龙比较当高 就是三年前事故中 唯一一只活下来的迅猛龙小岛 他在一英里外就能嗅到人类气味 根本抓不住 但一来知道有一个人可以提供帮助 那就是从小将迅猛龙们驯养大的欧文 于是金姐无奈找到了老情人 请他出面帮忙捕捉小岛 两人在酒吧争论起了分手的经历 欧文爱于面子 傲娇地说自己就是个看恐龙灭主 金姐见沟通无谷 只好留下明天的机票就在那 结果第二天 欧文早早地就出现在了后方 金姐惊讶地看着他 原来昨晚欧文偷偷翻看视频 看到可爱的小岛 他还是答应 和他们同情的还有金姐的两个同事 分别是兽医小花 和胆小程序员小岛 几人到达目的地后 迎接他们的是猎人老王和他的手下 几人一同进入到公园内部 这里已经没有了网约的房子 到处都是残破不堪的景象 他们来到了控制中心 得知了小岛的位置 欧文立刻和老王去找他 下了车后 欧文寻着踪迹找到了小岛 他上前用老办法慢慢安復 而小岛也好像对眼前的男人感到熟悉 两人刚准备相认的事 一只麻醉剂突然飞来 小岛受到了惊吓 立刻朝欧伦身后的持枪男人哭了过去 慌乱中男人扣动扳机射伤了小岛 欧文十分愤怒地冲过了 结果被老王一枪放倒 原来他们表面上是营救苦 暗地里骑士和依赖追击 准备将所有恐龙贩卖出来 不巧这时火山也开始异常活 男人一觉醒来 一头脚龙正在和自己对视 还伸出舌头舔了舔 此时此刻他很想逃跑 但是身上的麻醉要笑还 他险些成了肉 这时岛上的火山开始暴露 下一秒炽热的岩浆就出现在了欧文前 即将把他融化的渣都不舍 他使出全身力气翻动着下半身 用各种奇怪的姿势艰难地翻过 终于逃脱了威胁 金姐也和小白被人暴露在地上 小白调试半天 打开了一扇未知区域的门 结果屏幕显示 有一头恐龙在朝这边走 还好这时岩浆流下 在他们和恐龙之间形成了一扇抗战 这时金姐看到了逃生通道 立刻搬来椅子爬了上去 小白以为得救 激动地叫了出来 可下一秒他就后悔了 两人一龙就这样躲在本来 危机时刻金姐终于打开了出口 逃了出去 他们很快又发现了更糟糕的情况 火山马上就要爆发 不远处欧文跑了出来 跟在他身后的是无数逃亡的恐龙 于是几人一边防止自己被抬 一边和恐龙一块逃亡 这是一只肉食恐龙出现的一个密集 朝欧文走 结果下一秒 欧文在霸王龙面前是无数逃亡 火山灰蔓延一越不越来 跑在后面的欧文逐渐被捕食 仓鼠球滚落悬崖掉到哪里 玻璃内壁破裂开始进水 所幸欧文及时赶紧 将他们救了出来 在海岸边 他们看到所有幸福的火 都被装上了运输船和船车 这时火山全面爆发 欧文等人也赶在最后一刻上 众人看向马克 只剩下一只被遗落的腕 孤独地淹没在火山灰里 金姐和欧文找到了小兰 兽医小花告诉他们情况并不乐观 需要立刻给小兰输血 还必须得是隔壁霸王龙的血缺 于是欧文和金姐进入了霸王龙的团 趁他麻醉效果还没过 小心翼翼地取血 结果工作人员看到门没关 顺手将门锁上 这下两人彻底完蛋 更可怕的是 霸王龙瞬间被吵醒 立刻就暴躁起来 幸好金姐通过上方空隙逃了出去 打开了铁门将欧文救了出来 有了霸王龙的血 小兰也脱离了险境 一来贩卖恐龙做研究的事 被女孩发现了 此时她已经彻底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把小女孩关起来后 又亲手送走了她的外公 这时所有的恐龙都被送到了庄园进行拍摩 欧文本想开车混进去 不料却被老王发现了 将他们关进了地牢 此时拍卖会已经开始了 老王将前子伸向龙主 他喜欢收藏恐龙的牙齿 但很快他就会因此而付出代价 暴虑迅猛龙悄悄抬起我马 睁开眼睛 微微一笑 然后又迅速闭上 似乎在逗他玩 突然 直接将老王掉了前面 地牢里 欧文发现了隔壁行的老铁 于是他心里立刻有一个劲 欧文吹吹跑上了 老铁听到老铁 几下撞穿了墙壁 欧文在逗他一下轻松撞开了 直接给老铁折弯了 晃晃荡荡地走了 欧文逃出来后 来到电梯面前 再一次遇上了老铁 于是心里又有了个大胆的进化 电梯门一开 老铁就走了出来 到处走 一些买家纷纷逃离现场 在门外的老王看到这一人 就走了进去 用麻醉枪射中了暴虐迅猛 正当他以为本人就没有威胁时 于是就有了开头内衣 暴虐迅猛龙解决掉他 又打开笼子 朝电梯里的人奔去 男人赶紧起步电梯 在最后一刻关上了 刚松了一口气 结果 欧文遇到了小女孩 随后三人和伊莱在早上相遇 他告诉欧文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小女孩 是另一个创始人用自己女人的基因 制造出来的克隆人 刚说完 两名守卫就被带下了场 三人见状赶紧逃离 但暴虐迅猛人 一路追着小女孩来到了东西 爬上了屋里 打开窗户 慢慢走进来 眼看力爪慢慢伸向女孩 下一秒欧文拿着枪 即使扑 可以缩子下去 对他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害 这时小男终于来了 一下子就和他撕打在一起 最后他摆出了小男来到屋里 欧文和金姐配合 让他一脚踩碎的玻璃 最后小男及时出现满刀 成功解决了暴虐迅猛人 但地下实验室毒气发生了陷阱 金姐面对这群可灵的鼓 打开了所有轮子的大门 却在最后一个大门的按钮面前停下 一旦按下这个按钮 恐龙就会进入人类世界 为了人类社会的安全 金姐没有选择按下按钮 眼睁睁地看着恐龙慢慢死去 突然大门开了 是小女孩在一旁按下了开关 于是无数的恐龙冲出了地牢 坏事做尽的依赖 最后也没有人跑过霸王龙的制裁 那根人造暴虐龙的内部 被他一脚踩碎 小男在门口等着和欧文告别 面对和欧文同行的邀请 她看了一眼龙子 接下来人类别无选择 只能做好动物 共同生存的准备 最后影片在小兰的思考下限定 我们下次见